那接下来 房产税 房产税 也是老税种 论最近十年考试情况 他考的比较多 论最近两年考情况 他的地位 要略略下降的 那我们解决 交不交交多少 然后是税收优惠 以及征收管理规定 先来看的是 交不交房产税 第一个把握房产税的纳税人 地域 依然是城市县城建制证 工况区范围内 也就是依然不包括农村 这个地域 然后又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 这个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 指的是谁呢 如果这个房屋是国家所有的 那么经营管理的单位 作为纳税人 如果这是集体或个人所有的 那就是这个集体单位 或者这个个人 这是其一 其二 产权出点 不要问 什么叫做出点 老师 其实我们现在 您要论民法典 他不讲出点这个概念的 房产税法律制度有点老了 所以出点 您就直接记就可以了 记成点人 作为纳税人 不要问为什么 是什么东西 关键呢 您得跟出租去做对比 两个都是出对不对 出点 是成点人 作为纳税人 出租的话 是出租人 作为纳税人 嗯 好 这一对 因为我们把房子出租出去 我出租方是拥有产权的一方吗 拥有产权的方 作为纳税人 好 这一对把它比较一下 不要出错就可以 什么是出点 不用管 好 再往下走 所有人 成点人都不在所在地道 那就是代管人 实际使用人 作为纳税人 产权未确定 纠纷未解决到 代管人 实际使用人 作为纳税人 然后如果 纳税单位 无诸使用 房产管理部门 免税单位 纳税单位的 房产 关键 它是纳税单位 来无诸使用 那么实用的 这个纳税单位 要代为缴纳 房产税的 人家免税单位 不交 但是你得交 人家纳税单位 本来他自己交 现在你无诸使用了 是你来交 这个把握好 好 那么传统来讲 房产税纳税人 是会有小屏幕出现的 但是最近这几年 涉及的比较少 下来表述 不否规定的 房屋出租 成租人 作为纳税人 我们说错的 出租人 作为纳税人 所有人不在 房产所在地 代管人 使用人 作为纳税人 这是对的 产权属于国家的 经营管理单位 作为纳税人 正确的 产权未确定的 代管人 使用人 作为纳税人 正确的 所以这个题选择 A选下 好 这是纳税人 第二个是 房产税的 中税范围 这个在最近几年考的 还是比较多 地位依然坚挺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地域的问题 前面给大家强调过了 不包括农村 指的是城市建市政 县城公况区范围内的 这一点跟城镇土地 学用税是一样的 那么第二条 尤其值得关注 房产税 对于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 围墙 烟囱 水塔 菜轿 室外游泳池等等 它是不征收的 它要求要有 就是有一个封闭结构的 它叫房产税 围墙 烟囱 水塔 菜轿 室外游泳池 不是房产税的征税对象 好 第三条做个紧要了解 考试呢 也涉及到货 但是尽力 房地产开发企业 这些商品房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讲 它那些叫什么 商品房 类似于咱们的存货 对吧 您琢磨一下 我要是卖设备的 那些库房里的设备 就是我的存货 我要卖房子的 那我没卖出去那些房子 就类似于我的存货嘛 所以在它卖出去之前 它是不征收房产税的 因为那个东西我们当货大 当我们的产品在对待 对吧 但是如果 我把其中一两套自个儿使用了 用作售楼处 用作我的办公场所 或者我把其中的一些拿来出租出借了 好 那这种东西叫做房地产开发企业 已经把它当做自己的固定资产来处理了 您琢磨一下 是不是 当成自己的固定资产去处理的情况下 那别人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房产 它得交这个房产税 你房地产公司凭什么不交 你也得交啊 所以就是按规定来处理了 所以这房子是你房地产公司的存货 你不交房产税 你要是已经是你房地产公司的固定资产 那应该交房产税 从这个逻辑去理解 好 那么这道小题目应该是比较简单 属于房产税征税范围的 市区的商业大楼 那当然得交了 它底下那片地还要去考虑城镇土地使用税呢 独立于房屋之外的水塔这个不交 农村居民住宅 没有房产税 占的地也没有城镇土地使用税 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围墙 没有 所以考的是地域 还有什么叫做房屋 选择A选项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商品房 在它出售之前 已使用 那说明已经变成它的固定资产了 交房产税的 所以说不交 你就打岔 好 这是交不交房产税 希望大家把复习中心放在房产税征税范围的这一幕内容上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交多少房产税 这个按照往年出题的情况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我就给大家画了三颗星 那我们先看基本规定 基本规定这里 其实税率不用大家发愁 虽然这有个今年新增点 说这个要从价的是一点百分之一点二 重租的正常是百分之十二 不正常 不正常指的是个人出租住房 或者是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组织 像个人或者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 租赁租赁住房 我们用优惠税率是百分之四 对吧 但这个呢 引致条件告诉大家 所以您不用发愁 愁的是什么呢 什么情况下从价计征 什么情况下从租计征 您得自己判断 那如果我们这个房产 它是用于出租 我把我的房产用于出租 那么会重租计征 重租就是拿租金来做计税依据 乘以题目告诉你的百分之二 或者百分之四的税率 那么租金是不含增值税的租金 如果题目给了您一个含增值税的租金 然后下面又说 以至征收率百分之五 您得含税租金除一加百分之五 去做价税分离 拿不含增值税的租金 来乘以题目告诉你的百分之二 或百分之四的税率 所以房产用于出租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从租计征 拿不含增值税的租金 乘以税率 那么租金有货币形式的 有食物形式的 食物形式的租金也算租金啊 好 这是从租计征 那如果这个房产不是用于出租 就是自用了呗 自用是从价计征 来 这个价值的是什么 价叫做房产的余值 余值怎么算 拿原值乘以块内一减去 题目以至条件告诉你 扣除比例 好 来 就是这个地方很容易糊在一起 我们的从价计征 这个价 你要按照我们前面学过的这些税种来说 应该是销售价格的意思 对吧 但是房产税的从价计征 并不谈销售价格啊 我什么时候交房产税 我是持有这个小房子 我不卖的时候 我交房产税 对不对 我要把小房子卖了 换大房子 那我是考虑这个 弃税土地增值税 对不对 在换房的时候 弃税土地增值税 我现在不换 我持有期间 所以他谈不上销售价格 对不对 所以从价计征的这个价 指的是房产的余值 拿余值乘以1.2%的房产税税率 那么余值又等于什么呢 等于房产的原值 去乘以块内1减去 题目告诉你的一个扣除比例 那这个扣除比例各地不一样 有时候告诉你30% 有时候告诉你20% 发现你直接乘就行 好 那么这个地方先定准 这个什么叫做从价 这个价怎么去理解 好 那这个表我就给大家 大致的介绍完了 您能不能脑袋里面 很清晰的出现这样一个图示 说这个房产税 如果房产是出租的 我就重租几周 拿不含增值税的租金收入 去乘以12%或4%的房产税的税率 以至条件涨 如果这个房产 我是不用于出租 那就是我在自用 自用的话是从价几周 价并不是销售价 是拿原值乘以括号内1减去扣除比例 来算这个余值 拿余值乘以1.2%到房产税的税率 来进行计算 这两个大方向您得走清楚 尤其出学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现这个混淆 好 那大方向分清楚 我们就来做题 首先直接告诉你原值是80万 房产税率减除比例 问房产税额是多少 现在他没有出租 他就拥有这处房产 所以从价几周 那么是80万的房产 乘以括号内1减去 题目告诉你30%扣除比例 再乘以题目告诉你的1.2%的房产税税率 从价几周的房产税率去交税 所以这个题正确的应该选择 C选项吧 基本公式套用 好 假公司把他的商铺出租 要从租几周 全年的含税租金是5253.0 征收率告诉你5% 从租几周房产税税率12% 怎么办 从租要拿不含增值税的租金收入来计算 所以先价税分离 还原出不含增值税的租金 再乘以12%的房产税的 从租计中的税率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题我们就选择了B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道题目 谈到2021年的9月份 张某出租自有住房 好 在这里我们先抛开本题不说 因为本题就问张某9月份这个月 他的房产税税额 我们先抛开本题不说 正常情况下 看到说在一个年度的中间 把房子给出租出去了 您一定要反应过来 前面这8个月 对吧 9月份开始租的话 前面是8个月 8个月属于张某自用 要是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情况下 他得从价集中 然后后面这4个月也许是用于出租了 抛开本题 那么这个4个月是出租 是从租集中 也就是年终把房产出租了 要培养出思维习惯来 这一年的房产税可能要分段计算 前面是从价的 后面是从租的 好 这是抛开本题 那么回到本题了 本题就聊9月份的事情 可能是他这房就租了9月份这一个月 那我们看一下 说他当月收取了不含增值税的租金是5800 当月得还贷款1500 那关贷款什么事 我们不管从价集中还是从租集中 都不会说要减出一个什么贷款或其他支出的 从价集中是拿余值来算 从租集中是拿不含增值税的租金收入来算 所以出题老师又混你 对不对 他倒不出太难 就看您立场坚不坚定 咱们就拿这5800的租金 不含增值税对不对 连价税分率都不用做 乘以优惠税率 这是个人出租住房的吗 用4%的优惠税率 所以这个题选择B选项就搞定了 但是你一定知道 这问的是9月份 他要是问今年 那您前面从价计征 算全年之后再去乘以十二分之八 八个月的从价计征 后面你从租计征 那你收的5800不含增值税租金是一个月的租金哦 后面有4个月 这个是从租计征的 从租 所以分区断算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对应的期间税额是多少 这个题其实初题老师是手软了 就考9月份到底怎么去处理 或者说他主要想给大家挖一个坑 不管你从价计征 还是从租计征 我们都不会谈到 要减除住房贷款 从价是拿余值算 从租是拿不含增值税租金算 立场要非常坚定 好 来我们看这个题 假企业21年年初拥有一栋房产 房产的原值是5000万元 那么21年4月1号起对外出租 租期一年 每月不含税租金10万 来了吧 说来就来了 他21年是分两段 前面三个月是自用的 要从价计征 后面是从4月份开始出租 那等于是租了9个月 他要从租计征 刚说得分段算吧 来首先先算从价的部分 从价的部分 怎么是余值 余值是5000万的原值 乘以括号内 一减去扣除比例 算余值 一减30% 然后再乘1.2的 从价计征的房产税税率 然后再乘以十二分之三 因为不是全年都在自用 最开始这三个月是自用 后来九个月就出租了 所以我得十二分之三 是从价的 前面这个部分算出来的是 年房产税税额 所以还得分解到 前面这三个月占多少 紧接着 咱们每月的不含税租金是10万 那不用价税分离 后面出租了多长啊 9个月 虽然他租期一年 但是归属于21年的 只有九个月 后面那个三个月 他是属于22年的 22年的房产税 你再去考虑 我这是21年的 所以不要算一年租金 算九个月的租金 正好是我21年的部分 从租计征乘12%去交税 好 剩下的是按计算器的事情 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有同学问 老师 前面为什么要乘12分之三 后面为什么不乘12分之三 您再主谋一下 这九 这个九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回答了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基本规定 那紧接着 具体细节 具体细节当中 首先第一个谈到 房产的原值 好 画星星 房产原值 指的是房屋的原价 不扣减折旧格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会看到 在这里给大家挖坑 原则是5000万元 以提折旧3000万元 减这个折旧吗 不减 我们是拿原值 直接乘以块内 一减去扣除比例 是30% 做余值 然后再乘以1.2% 去交税 这是年税额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题目应该选择什么呀 应该选择 C选项 等于说出题老师挖了什么坑 你从价计争的情况下 他只能按照公式 成块内一减去扣除比例 既不减什么住房贷款支出 也不减什么折旧支出 都不减 好 那紧接着 房产的原值是不扣减折旧的 但是房产原值里 要包括那些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 或者一般不单独计价的各种配套设施 还有 以房屋为载体不能随移动的附属设备和配套设施 要包括在房屋的原值当中 这个要寄进去的 那这个点又很容易跟我们前面 有些内容结合在一起 烟囱 水塔 围墙 室外游泳池 菜窖 不作为返场 不计征房产税 对吧 所以你要讲中央空调 这是不能随移动的 附属设施 你要讲采暖排风 这要寄入房产原值当中 你要讲我还有一室外游泳池 不计入 好 那么这一对 计入和不计入 我们是要挖坑出题的 看一下这道题 假公司是征止税的一般纳税人 拥有一栋原值400万的厂房 那么还造了一个15万的水塔 这个不计入的哦 然后在厂房当中 装了一个20万的升降梯 装了一个20万的这个中央空调 装了一个20万的什么楼宇 智能化楼宇设备 这个是要计入房产原值当中的 好 那么你知 从家计征的税率和扣除比例 然后您算一下 好 其实这道题你还得反映什么事呢 这15万和这20万是含在400万里 还是在400万里头另外去说的 等于这个地方是在讲 另外还有水塔15万升降机20万 所以我们是400加上20万的升降机的价值 一态计入嘛 不可分离的售备要计入 那么再乘以扣二枚一减去扣除比例30% 再乘以1.2%的房产税率去交损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道题应该选择什么呀 选择B选下 好 好 往下走 第三个层次的坑 纳税人对原有房屋进行改建扩建 要相应增加房产的原值 然后如果是更换设施 原来的扣减加进去的加上 除非是经常更换的 我们就忽略不计 所以讲到改进扩建要增加原值 居然也挖Corn 原值是800万 进行了更换设备 换下的是50万 换上的是80万 因为它不是经常在更换啊 所以您得减掉原来的加上新的 这是新原值 然后乘以Quare内1减去题目 告诉你的30%的可处比例 不一定30% 所以您要看一支条件啊 然后再去乘以1.2%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 这个题目就应该选择低选下 好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停一下 您思考 我们讲的这个具体细节的第一个层次 房产原值的确定 第一个问题 房产原值是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 从租计征的时候用吗 不用 从价计征的时候用 从价计征呢 原值乘以Quare内1减去扣除比例 做继续依据 对吧 那么这个原值本身可以挖坑 第一个坑是不减折旧 第二个坑是独立于房屋建筑以外的 烟囱水塔菜窖室外游泳池 是不计入原值的 但是与房屋不可分离的各种附属设备 附属设施 电梯中央空调排水采暖 这个是要计入的 然后如果发生改扩建或者更换设备 那么要减旧的加新的 除非你这是经常在更换 忽略不计 是不是我们刚才三处立题 就是讲了这三个层次的坑 能反应过来 这一块就是OK的 至于接下来的投资联营的房产 融资租赁的房产 把文字题把握 如果是参与拿房产去投资 参与分红供单风险 这叫真投资 真投资是投资方交房产税 还是被投资方 真投资等于我这房产就卖给被投资方了 他给我钱 他给我股权对不对 那卖给他了 以后就是他去交房产税 被投资方交 那卖给他了 是被投资方的自用房产 所以通常应该是从价集中 那如果假投资呢 假投资是不承担风险的 等于这房子租给他固定收取租金 固定收取租金应该是我出租方 交房产税而且应该从租集中 所以完全是在原理涵盖范围之内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以房产投资领域 如果参与分红供单风险 是被投资方 从价集中 所以是 他没有说哪方交 但从价集中拿余值作为租税 租居 那就对了哟 打勾 好 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的话 我们是作为承租方的房产 所以是承租方作为纳税人 作为承租方的自用房产 所以从价集中 从约定开始的次日起 就交房产税 次月起交房产税 好 这两个做一般了解就可以了 好 这是交多少 那么交多少这个地方 我们从基本的计算方法到原值确定的那三个层次的坑 需要着重的把握好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房产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先看第一个层次 谈到非引力性机构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具体而言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大家看到非引力性机构 然后强调自用的房产才免征房产税 但是这个地方军队有一丢丢小例外 对军队空余房产租赁收房产税 本来租赁就不属于自用了 但是军队空余房产租赁是特许展免征收房产税的 这是一个小例外 好 往下走 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 不管是全额拨付还是差额拨付的单位 那我们自有的本身业务范围内使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那您也会明显的看到 前面描述的是非引力性机构 后面描述的是自用房产 好 第三 宗教寺庙 公园 明圣古迹 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会编题了吧 万一要是经营性的查设 那它的房产是要交房产税的 一定强调自用的 第四 对非引力性的盈利机构 疾病控制机构 妇幼保健机构等卫生机构 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还有老年服务机构 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 当然这个地方的老年服务机构 我们指的也是非引力性的老年服务机构 好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税收优惠政策 概括起来讲就是非引力性机构 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那接下来看第二个层次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三这两条 这两条的共同特点是都涉及到个人 那我们仔细盯一盯 这个地方非常容易混 首先对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 是免征房产税的 好 那大家学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直抱有这个疑问 我们家的房子我们没听说过 交什么房产税呀 在这里这个疑问就可以打开了 个人所有非营业用房产免征房产税 您家的房子 首先如果在农村 压根不在房产税的征税范围内 那如果是在城市县城建制证 工况区范围内的话 您自己自助用的非引力用房产 这个是免征房产税的 但是您家要是有铺面 营业用房要照常征税 您家有N套房子拿来出租 那么出租的房产是要交房产税的 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前面给大家谈到过 它的税率是低的不是12% 是4%的税率 个人出租住房不区分用途 按4%税率来征收房产税 要交但税率低一些 好这是第一 第二从21年的10月1号起 对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 向个人 或者向专业化规模化 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 它减按4%税率来征收房产税 好前面是个人出租住房 现在是这些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向个人或者专业化规模化 住房租赁企业 向个人 它的房产税也会是 减按4%税率征收 所以这两个规定 它都涉及个人 但方向不太一样 我个人拥有的房产 如果非业用是免征房产税 如果营业用 或者是把它租出去了 它是要征收房产税的 但租出去的 我用4%税率来算 那如果其他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以及组织向个人出租住房 它也是用4%税率 两个方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小题目 根据规定 下列房产应交房产税的是 名胜古迹自用的 我们前面谈过免 D选项 非引力性老年服务机构 自用的房产 前面谈到免 而B选项 学校 高校的公寓 学生公寓 这个后面我们会看到 它也免 关键是C选项 个人用于出租的住房 又不是位于农村 那么该交房产税 只是税率比较低 用4%税率 从租几周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选择了 C选项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从第三条开始 就基本上是一些文字型的考察 也不是很暗会 所以看一下 有个印象 对毁损不堪居住的房屋 和危险房屋 经鉴定停止使用后 可以免征 第五 房屋因为大修理 导致停用半年以上 在大修理期间 免征房产税 第六 在基建工地上 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 工棚 材料棚 休息棚 还有办公室等等 临时性的房屋 一般都是蓝屋顶的 对吧 施工期间一律是免 工程结束之后 如果这些房屋要交还 或者是估价转让 给我们的发包方 叫基建单位 那么从他接收的次月期 照张纳税 也就真的是那种蓝屋顶的 一次性的房屋 临时房屋 那么他可能施工完毕就拆走了 但是如果他是盖成砖房 然后盖完了以后 还交给我们的基建单位的 那么接收的次月期 要照张交房产税的基建单位 好 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 刚刚我们聊到过的 公共租赁住房 免征房产税 体育场馆 跟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模一样的 吃工粮的单位 不管是国家机关 还是这个事业单位 那么他们是免征房产税的 然后是企业拥有的 他们是减半征收 这处规定和前面的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模一样的 好 然后10和11也是跟前面城镇土地使用税 一模一样 并且我们谈 他这处政策虽然字面上看是到21年的12月31号 前不久国务院已经做出决定年期了 这个不念了 还有供热企业跟城镇土地使用税那一样 强调一定是为居民供热 所使用的厂房免征房产税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几个简单了解的规定吧 那么房产税的税收优惠 我们还可以综合在一起进行考察 问哪个免征房产税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行政办功能 城镇土地使用税也好 房产税也好 对于我们农产品专门用于进行农产品的房产 或者土地 我们才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免征房产税 那刚才是行政办功能 不是用于专门进行农产品的 它并不免 B 企业拥有的体育场馆 这个是减半征收 非企业的或者是国家机关的 那它是免的 公园附设的饮食部 所使用的房产 这个是要正常交收房产税的 只有公园自用的 才免征房产税 高校的教学龙 这不就是高校非联系机构 教学龙是自用吗 免征房产税 选择地学校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 房产税的税收优惠 接下去是房产税的征收管理规定 那么纳税又翻时间这里 咱们看到跟城镇徒弟使用税一样 有各种次月起 对不对 那关注一下不日次月起的情况 如果把原有房产用于生产经营 生产经营支月起 缴纳房产税 你比如说个人 本来是我自己住的 后来打个窗户变成铺面 生产经营支月起 就要叫房产税 不是支次月 好 那往下走 往下走 谈到 如果因为 实务或权力状态发生变化 终止房产税 纳税义务的 那么要交到变化的当月末 好 那么中间的这些 都强调 从什么起点之次月起 什么起点之次月起 您自己看一下就行 这块主要是有一些文字题会出现 好 我们看一下这条判断题 假公司委托施工企业建造一栋办公楼 是从办公楼建成之次月起交房产税吗 您看 之次月他倒是说对了 起点出错了 我们讲 如果是自己建的建成之次月 如果委托别人建的 您总得验收吧 验收之次月起 不是建成之次月起 所以就不打差 好 我们看一下纳税地点 前面谈到过 房和地一般就是在房地的所在地进行纳税 那如果房产不在同一地方 我们说这个土地有四手交界 那房子也有可能是跨地域 跨地域是按照坐落地点分别去申报纳税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居住在甲市的赵某 把已市的自由住房对外出租 我们不是认机构所在地 我们认房产所在地 所以应该是想已市去申报缴纳房产税 好 房产税我们是按年计算的 这个我们能给大家谈到过 一年一年的税额 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一年 您看我们前面还有乘十二分之三 好 那分期缴纳 所以我们会有九月份出租 九月份交多少房产税的问题 这个简单知道一下 好 谈到这个地方 大家就看到了一个中述表 那这个表格很重要 前面有各种唠唠叨叨 但最终最核心的东西 给大家写在了这个中述表当中 那么中述表里 希望大家每一行每一行自己删掉 然后好好想想 这里边到底要填什么东西 另外呢 这个土地指的是哪个地域的土地 房产指的是哪个地域的房产 包括不包括独立于房屋之外的 围墙烟囱水坦菜匠室外游泳池 这个大家要知道 还有像我们谈到 拿原值成立矿内一减去扣除比例 那么这个原值 它到底可以挖什么坑 前面给它着重展开的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那么什么测地面积 证书面积 先据实申报再做调整 但是不是考虑什么建筑面积 不考虑什么容积率之类的事情 要着重去给它展开再鼓鼓一下 像税收优惠以及征收管理规定 基本先把表格当中的掌握好就可以 所以我咱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就借助这个中述表格作为考点回顾 提供给大家了 这个表格去把它踏实的把握清楚 好 这是我们谈到农村城市化之后 我拥有小房子的过程中 那么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事情 那么可以 对 对 对